大家好,又回到我们妄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妈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 这个非洲国家 刚刚没多久就发生了政变 他们的总统巴祖母 在26号 西非尼日尔的总统巴祖母 被推翻了 巴黎当局一再 支持西非 经济共同体的西共体 要求巴祖母恢复职位 最搞笑的,要求也没有用 他们还说有这么多要求 我拉低巴祖母 原来 这个尼日尔 就真的不害怕你 尼日尔军方向 几个国家发出最后通调 要求他们 麻烦了 法国 德国 美国 的大使 还有一个叫 内琴里亚 尼日尼亚 没错 就是这四个国家 的大使 48小时 和我拔 为什么呢 因为 他就说是你们西共体是整天 就说是采取军事行动 导致大家那么紧张 他们就觉得 因为西共体 亦都是有尼日尼亚 以及 后面有西方的影子 所以就跟我拔 不过这样 很搞笑 这个 法国政府就立刻说 不拔 就说呢 尼日尔对我们法国大使下达的最后通牒 没有效的 因为他重申 他们是不承认 尼日尔军政府的权力 会不会动手的 他不承认不重要 但是现在的国家实质控制什么人 我想问 肯定不是西方 肯定不是法国 就等于塔德班 现在你没人跟塔德班 谈谈阿富汗的事业 难道找流亡总统谈 有L用吗 这个委内瑞拉也是 你找了临时大总统出来 不就一样 现在也不能做 是吗 那政治 现实 汪葛老师经常说 政治现实 有时候你 不承认都是会发生的 现在掌控着这个国家 就是军政府 法国就说 那又怎样 你不是正式的 你推翻了民选政府 我就当你巴掌布放出来 兼且让他去第二个国家流亡 你觉得 就算巴掌布大声说 不可以驱逐他们 你觉得 尼日以军方有没有听你说 材利山王过 尼日以的 军政府 和几个 西方国家 还有 是西非共同体 西共体 是 关系恶化的 尼日以就说西方国家是强权 统治尼日以的那群军官 现在提出 要求 再度令局势紧张 尼日利亚 目前就担任 西非经济共同体的 伦直主席国 所以他连 尼日利亚的大使都驱逐了 尼日以 外交部 已经说明了 我们已经发了 这个驱逐令 给 美国 法国 德国 尼日利亚 这些国家大使 一定要24小时内 离开我们国土 尼日以外交部也说 这些大使 本来 受邀参加今天一场会议 但是拒绝回复 是不是本来这个军政府就想和你们谈一谈 但是你们 你不是正式的政府所以不理 不理你们 你的军头走开 加上 其他的 国家 也都是 严重违反 尼日以的利益 还有这些国家 串在一起 做其他行为 所以 四个带头的国家 一定要被驱逐 大使 不过 发国外交部 就很火灯了 发起政变的人 没有资格 没有权利 提出这个要求 但是它是这个国家实质管理人 你说有没有权利 有没有资格 大使的批准 是 来自合法民选的 尼日以当局才有用 对于我们来说 是当看不到 但现在的现实是你做不到什么 法国有1500名士兵 住宅在尼日以 他们协助巴祖母 是 打击当地活跃多年的极端友 美国在尼日以也有1000名士兵 但是 你不要忘记他们的军头 当然他不敢向西方那些人士动手 可能是这样 但他可能令到你相当困难 还有一个 他们最怕是什么 记得当时最怕是尼日以政变 是引入瓦格纳集团 当然瓦格纳集团前军头 普利哥津 在那日 阿津小实世间女 已经消失于世间女 不过 瓦格纳集团 是不会没有的 只是有其他新的领导人去代替 普利哥津 现在尼日以 就是批准 两大 西方所说的亲俄伦国 即是尼日以的亲俄伦国 这两个国家是有瓦格纳集团的士兵住手的 那两个国家 就是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 原来 尼日以军政府是授权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军队 有条件进入尼日以的领导 是不是担心你帮大事不走 所以他找其他人来照顾你们 照顾加个引号 不像是这样 我也觉得是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 就和尼日以 他们的名字很好听 叫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 OK 这个 奇亚尼 在 尼日以首都 尼米亚道会谈 三方在会谈过后发表联合声明 尼日以将允许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军队 在尼日以受到 人家 入侵时 就是可以进入尼日以的领土 入侵的意思是否指 西贡体呢 又或者 会否已经当你入侵了呢 如果他宣布你1500名法军和1000名美军 是入侵者 那就让 这两大亲俄国家进入 会否叫亚加纳集团帮忙 其实 声明亦说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 与尼日以一致反对 这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可能对尼日以进行的军事干预 三个国家已经成立了协商机制 设立联合秘书处 以确保其中一个国家 受到侵害或者 极端的动手事件之后另外两个国家 是有效地援助 那么西贡体 他们就说 上臂军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受名 就会部署到尼日以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 就向尼日以 部署 军用飞机 应对西贡体可能的军事干预 与尼日以的 总统卫队部分军人扣押了巴祖母 当然 巴祖母 他也是这么说 你说巴祖母才是总统 但我已经解除了巴祖母的职权 就由军人掌管国家事务 其实尼日以 的政变令西方担心两件事情 当然 后来BBC 总结了五个事情令西方担心 这也挺对的 第一 就是 武装叛乱的力量会射起 尼日以本来是沙勒地区 所剩无几比较安全的地方 即是西方的安全 在西方眼中 沙勒地区 患患患道处 近期 亦有很多动手事件 一个相对稳定的尼日以 现在亦被军方夺权 西方担心 稳定的局面面临 距离 尼日以设有法国和美军基地 两个国家军队在当地协助 记得有个极端组织 叫做 什么胜地 还有个是 什么难角 就担心他们 串在一起 那他们的未来怎样呢 会不会 在整个地区架架阵呢 这个也是 外界担心的 你知道这些极端人 很多时候跑到欧洲动手 或者是 吸引一些欧洲的门徒 去帮他们动手 第二 这个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政变文化会成为一个 形态 变成新常态 尼日以的政变就意味着 从西面的马里到东面的苏丹 非洲有一整片土地是受到军事 政权的控制 撒下地区 当然他们就说 这些军政府的崛起 是 这个地区民主进程的挫败 尼日以政变 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的 军头 撞胆 夺权 这个也说明了为什么西共体 对尼日以政变私家制裁 并且威胁如果巴祖母 没有复卫 就会动手 这个举动得到 美国和欧盟在联合国的 支持 其实第3点是他们最害怕的 就是 政变过后 刚才说的两大亲俄国家 马里和布基立法所 与俄罗斯的盟友关系 日益 紧密 利日以的军政府 获得的印象 可能就是 伊胡卢挖票 就是 可以 不如找 俄罗斯帮手 目前 没有任何证据是证明俄罗斯参与这次政变 连 这个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也敦促释放巴祖母和平解决当前危机 但是 西方 就说 亲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媒体 就说 这场政变好 支持政变的示威者 挥舞住俄国国旗 谴责前发宿 这个统治 亦都担心 但是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 不是真的官媒 都入理数了 我知道入理数的意思是他们都会觉得是普京搞的 亦都人担心 瓦格纳集团的雇傭兵在尼日尔 是继马里和布基立法所 之后继续抗将去尼日尔 现在真的有机会 因为尼日尔说我们可以向他开放 不过前提就是我们国家受到这个是侵略 这也很简单 是不是 他动一动 你都可以说他侵略 就可以 引进 马里和布基立法索的军队 如果尼日尔 跟随他的轮角 投向俄罗斯 尤其是投向亚格纳集团 他们就担心 这个俄罗斯的影响力 一吹 是巩固 布林肯也曾经说过 亚格纳集团 会成人之危 进驻尼日尔 当然暂时未见到有这些跡象 布林肯 之前接受BBC访问时 他不认为俄罗斯或亚格纳集团 是鼓动这次军事政变 但是两者都可能成人之危 在萨拉克地区 自我 是彰显实力的 不是他鼓动 是不是他鼓动 不太重要 但是结果可能是一样 他们的势力就会滲进去了 实力是不需要彰显的 有的话就不需要彰显的 是不是 凡是亚格纳集团所赌之处 就是这个尼世 破坏和莫杀 不安因素 不减反增 他也说已经发生在其他国家 尤其是刚才说的布基拉法所 以及 马里 他就担心这些事情在尼日尔重现 亚格纳集团 可能有几千的战士是部署 中非共和国和马里 除了集团自身 在当地拥有丰厚的 商业利益之外 其实 亦都是支撑着 俄罗斯的形象 在西方眼中 他形象不好 但是在 这些非洲国家眼中可能是好的 是呀 辉武国旗的 好像 帮他们 壮胆 是 你说辉武国旗 的人 是不是真的很爱俄罗斯 我就 不敢回答 但是 你说辉武国旗的人 是不是一定不爱俄罗斯 是找人扮 又或者是俄罗斯 是 煽动他们 我又 觉得不一定是 我觉得是一种 算不算是钟摆效应 因为以前被人欺负得很厉害 因为西方国家 也做过 前众主角 他就找一个 可以和西方国家抗衡的国家 就是俄罗斯 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 可能我就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第四是什么呢 就是有元素会落入 他们所说的坏人手中 其实最怕就是落入伊朗 核能 发电依赖放射性金属有 利一二 积 5% 而根据来一二 买的 字边做个软角 15% 有供应 是2 削减有供应 面临风险 因为有三年复权 三年供应 虽然是这样 其实 还有样东西他们都很害怕 就是 一些极端人 格纳集团一齐 做世界 这么熟有这种元素 送到他们手中 因为又可以民用又可以均用 其实最后一点 跟我们说的一样 BBC说的差不多 就是巴祖母政府一直跟欧洲合作 阻止越境人士横到地中海 并且答应从利比亚 各区留中心 接回数以百计的移民 他亦说过 利一二和西非还有北非之间 原来利一二 是个关键的移民的中转站 因为大家都说法文 北非和西非 预言上没有什么障碍 在军政府谈 巴祖母的承诺 已经是当没了 现在 英国等等 欧洲盟友 现在应该是当没了 人都不在位 我也觉得是 而且 会令到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 有巨大的 压力 边境有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 巴祖母 有没有机会可以复位呢 其实我觉得巴祖母最大的 后续可能性 应该就放了他被他流亡 是 我也觉得军方不会那么蠢 垃垃他 不会垃垃他 应该会放他走 垃垃他 会谈定 我们不会 是接受这些 非民政府的指令 但是他真的向你走呢 或者令到你当地困难 你可以怎样 你可以怎样 所以说到这么口响的时候 你现在是掌权嘛 对 政治现实 芒果朗这个说得对 政治一日都严长 多谢各位